好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 地主家长工研发的一个苦力节 也叫手柄节 苦力发明的 那么为什么说地主家长工发明 这样的手柄节 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封建社会的时候 有很多乡绅地主恶霸 他们都是与官府勾结 以去谋许据地 把土地都占为己有 老百姓没有地去种 所以他们只能包地主的地去种 还有就是给地主家打长工为生 那么我爷爷生前 也是给一位地主家打工的 那么这种手柄节 大家都知道 那么地主家的长工 一定会用 咱们家里这个出头 就是产地 或者用这个稿去背地 因为地主很抠 他给每个人只颁发了一个木饼 所有的木饼都是木制的 大家都知道 常年累月的 无论东西去耕地 去饭地 去刨地 那么时间长了 木饼一定会有磨水 因为受到汗液的腐蚀 人的汗液里有盐 一定会腐蚀 一旦坏了之后 地主不会给你坏心的 他怎么办呢 他扣长工的钱 比如说你一年的工资 挣不上一块现大洋 挣不上十个老钱 可能说每个月挣两个老钱 强维持养家糊口 那么一旦手柄破损了 坏掉了 他就扣你一百个老钱 如果你不给的钱 他就不给你发工资 在工资上扣 轻者扣你的工资 重者会把你打一顿 有可能把你打残了 或者是把你胳膊腿敲折了 来偿还他的手柄 他的木柄 那么一个木柄 其实过去没有多少钱 但是到地主那就翻了十倍 二十倍 甚至百倍 就好比说过去有很多人吃不上饭 朝地主家去借粮 借完了之后 借一斗 要还十斗 还完十斗 再还利息 要还二十斗 为什么有地主 人管地主起个外号 叫周八皮 周八皮 胡汉山 这都是大地主 那么咱们今天 讲完历史之后 咱们看看苦力 是如何用一根绳子 绑这个手柄结 第一对手柄起到了保护作用 第二呢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又避免磨手 因为我们现在 都是机械化 即使是人工作 也带上保护 但是过去给地主家干活的 绝对没有任何保护 地主也不会给你买手套 首先我们看 把绳子折双之后 调整长 一长一短 调整完成之后 我们把它压在手柄子上 然后掐住底部的位置 掐住完成以后 我们这个绳子 由下方向上方缠 每缠一圈的时候 大家只需注意 把这个绳子都要压紧 一点不能让它松 因为松的可可能 到我们上面收尾的时候 这个手柄结 直接就报废了啊 每一圈都把它缠紧 然后呢 后方我们要把它对齐了啊 不要让它有任何空隙 因为汗液一旦顺着缝隙 燃进了手柄 或者是木柄 都会对它有一定的伤害 就是这样一直缠 缠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 那么像我这个手柄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短手柄啊 并不是很长 但是呢 农机锯的手柄 它是很长的啊 大家都知道 这个农机 农机锯它很长 所以它用长绳子 而我呢 只是用一根短绳子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啊 就是这样的缠 一直缠绕到头啊 然后现在我已经缠的差不多了 我把后方呢 整理一下啊 咱们在使用的时候 家里啊 比如说我们家里使用的锄头 或者是我们平时使用的工具的手柄 都可以使用这个绳子去缠一下 第一呢 比较节省手柄 第二我们还防止了一个镇手啊 就比如说像锤子了木瓣的这个东西 你去砸硬的东西的时候 木瓣非常镇手 那么这个绳结缩完了之后 它起到一个防镇手的作用 特别的好用啊 大家看 对齐以后 我们把这个绳头啊 穿入我们事先留有的绳眼当中 直接穿过去 穿过去以后 我们事先后方留有的一个小绳头 然后拉后方的绳子 直接把它收紧啊 剩余的绳头 我们可以把它剪断 剪断之后呢 用火机可以把它胶死啊 我们可以用剪的 直接把它剪断 后方的也可以剪断 然后直接把这个位置胶死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手柄结啊 特别好用 大家看啊 握起来十分的舒服 特别的好用 那么这样的技能啊 也是苦力们被逼无奈 才发明这样的绳结 那么谁能吃上饭 也不愿意去给地主家干活 也不愿意去给地主家 干这种受窝能气的活 一年挣不了多少钱 搞不好还要挨打挨骂 没有办法 穷人太多 富人少 所以他们就得受欺负 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这样美好的生活 都是仙辈们流血流汗 牺牲 仙辈们的牺牲 用血肉组成了心理长城 让我们今天有美好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啊 有喜欢的兄弟们啊 可以给我点一个赞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